今天是再次拿这个核显挑战星际公民 之前拿这个GPD的513挑战过这个星际公民啊 今天也一起参与挑战了 就作为这个视频特流记 就是这个GPD的513 整体来说帧数比上一次好了不少 而且卡顿感明显没有上次这么严重啊 是勉强可玩了 这个视频美中不足 就是我忘记开这个全职重复了 显卡自动的被我强制关闭了 对比1165核显的话 性能提升是75%到50%左右 这次而且成功的把船开出去了 这个游戏开船 就要用F1来呼出这个空管的 太复杂了 没键盘玩这个真的是太行 上次拿这个513的手柄玩 玩起来还是蛮糟糕的 这部游戏手柄是完全没有优化 你按F键这个菜单选择 根本是选不到的 太坑叠了 后面就这个正常试玩 我一共换了两艘船了 欢迎大家收看 有什么游戏要设的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请问一下 警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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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